点选加关注,每天都有美洲军精彩文章哦! 根据路透社讯息,2019年5月28日,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了一项资料。 今年2019年,阿富汗学校受席次数是去年2018年的三倍。 这就意味住阿富汗全国各地,连儿童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基本安全,都无法保证。 阿富汗从来都不是历史的宠儿。 自从美国双子大厦被撞毁之后,它更是新闻媒体头版的常客。 战乱、爆炸、袭击,成为了它的代名词。 911事件之后,美国更是把一枪怒火,全部发泄在阿富汗这片土地上。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,以推翻塔利班政权和追拿本拉登为由,迅速占领了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。 他们打住救世主的名头,喊住拯救阿富汗的口号,玩住血腥味浓厚的把戏。 阿富汗的人们,却如穿住波尔卡一样,恍如蒙人,透不过气,含够忍辱。 阿富汗战争的理由一一瓦解之后,光明依然朦胧。 黑暗仍在覆盖。 阿富汗的儿童,仍然在水山火热之中挣扎。 像我国孩子抱怨自己在学校上课之外,还要上各种兴趣班。 在他们眼里都是一种奢侈。 是想做却不能做的梦。 阿富汗学校受习。 带来的不只是山路,是伤亡。 更加剥夺了阿富汗儿童的希望。 目前,阿富汗已经有一零零零多所学校,因为安全问题关闭。 这个数字还在增加。 学校大门的关闭。 不仅意味住学校的停办。 更意味住三百七十多万阿富汗儿童熄灭的新灯。 没有教育。 等住他们的将是杯水车薪的工作。 沉在肩上的是入不敷出的生活。 苦在心里的是井底望天的挣扎。 没有未来。 没有生在和平的年代。 他们是漂浮的浮平。 烙印住阿富汗人的身份。 得到的是注定海事慎楼般的希望。 在读书的愿望前,只能加如果。 这种如果伴随住袭击次数的上升,变得虚无缥缈。 只是一滩沉淀在彩虹中的梦。 太阳照常升起。 内心暗淡无光。 那要多么强大的内心。 才能在黑暗中,祈求点点微光。 晴云满护团青盖。 秋水浮街溜绝渠。 富贵必从秦苦得。 男儿需读五车书。 在阿富汗儿童不安稳的梦中。 是否想象住。 若是没有战争的幸福生活又是怎样。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,重建阿富汗的日程中。 是否也考虑了这个祖国的未来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 教育是横跟在阿富汗慢慢复兴之路的一道坎。 教育梦想一岁。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只是空谈。 在这里,美洲军非常想爱美国总统特朗普,和特朗普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。 美洲军就想问一下,阿富汗的这种问题,是谁知过? 看到阿富汗如今的惨象。 你们会心怀愧症吗? 你们的良心会痛吗?